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香港新闻连线的时间 我是小猪猪 今天是2024年12月4日星期三 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这则新闻的标题 白色恐怖 国泰机上的Family街动画摄影射六四事件被指有违国安法 国泰表示已经即时下架撤查 据Yahoo新闻报道 国泰航空因为机上的娱乐节目被指包含提及天安门事件 以及肉身党坦克的画面所以陷入风波 有乘客投诉节目的内容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要求撤查事件 其后国泰航空就已经即时将该节目下架 并且强调影片的内容 不代表公司的立场 还已经向内容供影商反映事件的严重性和责成撤查 据旅游网站旅游狂徒在昨日3日报道 一名乘客投诉国泰机上娱乐系统内播放的动画 《Family Guide》里面提及天安门事件的情节 并且显示一名男子试图以身党坦克的画面 根据报道 该集节目中的男主角和另一名绑起头巾的男子 在马路中间迎面有3架坦克洗过来 期间带头巾的男子就举手示意坦克停止 画面大约长10秒钟 透诉人指编段明显意图映射中国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涉嫌违反国安法 对此国泰航空回应日后新闻查询就表示 对受影响的乘客深感抱怯 并且已经即时将有关的节目下架 国泰重申 节目的内容不代表国泰的立场 并且已经向第三方内容供应商提出严证关注 并且要求撤查和加强监察 国泰航空指出 机上的娱乐节目是由第三方内容供应商负责筛选 表示国泰一直都有向供应商提供明确的指示 确保所有内容是符合公司的标准 公司称已经要求供应商全面审视节目挑选流程 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 一直都是中国敏感历史之一 当年中共出动了30万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血声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 据英国解密文件显示 事件中至少就有一万人被杀 时至今日 中共对事件仍然全面封锁资讯 视之为禁忌话题 而香港就曾经是中国唯一每年大规模纪念六四的地方 但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 相关的纪念活动已被全面禁止 在今年的六四前夕 香港警方首次援引《基本法》23条国安法律 拘捕包括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在内的7名人士 指控他们涉嫌煽动非法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则新闻的标题 环珠格格台湾知名作家 秦瑶兴生去世 享年86岁 台湾文坛巨像 秦瑶在今天12月4日的下午 就在淡水区的御所内兴生离世 享年86岁 据台湾媒体报道 救护人员在下午1点22分接报赶到现场 发现秦瑶在房间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明显死亡 并没有送医急救 据秦瑶63岁的儿子透露 她母亲在生前留有遗书 内容交代秘书 在中午时段回家查看 秘书入屋后发现情况不对路 立即打119报警求助 但救护人员到场时 秦瑶就已经明显死亡 对此家人表示心感哀痛 勤瑶原名陈哲在1938年4月20日出生在四川成都 在台湾成长 她是华人世界家传户晓的言情小说作家 同时也是编剧影视制作人 以及华语歌曲的填词人 勤瑶不下的作品 就以细腻情感 还有浪漫爱情而闻名 多数都已经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成就了无数经典 而她最受读者喜爱的小说 就包括 包括《亭远深深》、《几道夕阳红》、《烟雨蒙蒙》、《彩云飞》、《海欧飞处》、《心有千千结》、《一脸幽梦》和《还珠格格》三部曲 当中1998年《还珠格格》在东亚地区掀起热潮 无论在香港、台湾、以至中国内地甚至日韩和东南亚都创下惊人的收视纪录 勤瑶不单在文学界出色 她创作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在台湾影坛写下辉煌的篇章 由勤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亭远深深》和《女朋友》 分别在1971年以及1975年《永祸》第九届和第十二届台湾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奖 奠定她在影视圈的地位 而在近年勤瑶的《经典传集》就再度推出 经《城邦文化》重新出版的65本传集就在2018年面世 并且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联名 以浪世灵画作设计封面、展现文学和艺术结合的美学价值 勤瑶用她细腻的文笔描绘了无数读者内心最柔异的情感 她的文字跨越时代,陪伴几代人成长 从庭院深深的感人爱情到环珠格格的超皮浪漫 勤瑶为读者带来无数的欢笑和泪水 好了,这期新闻报道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收听 恳请大家在听新闻之余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铛 那就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们频道最新的资讯了 还有请大家帮忙留言、给like 和share link给你们的朋友 等更多的网友可以分享到香港新闻连线的报导 多谢大家,下一节新闻时间再会 冬至盘赛来了,11月29日到12月17日 授完即止 万众期待的盘赛终于上架了 冬大个年,一家人围埋吃盘赛,当然是温暖了 今次超猫猫推出两款盘赛 有六个人和十二个人 我们的盘赛是非常出名的,口碑非常好 你不需要考虑的了,如果订盘赛 真的订我们的盘赛是最划算的了 搜罗了最好的食品 材料有圆脊的十头鲍鱼 鲍汁茴花膠 圆粒圆背 韩国大豪士 老香米鸭 家乡手打鲍鱼丸 大鹅掌 四分一只贵妃鸡 还有秘制猪手 腩肉 猪皮 猪蜜和鱿鱼 厚身的大花菇 配上时令莲藕 萝卜 芋头和枝竹 全部足六人份量 现在十二人份量双倍 我们卖了很多年 那些客人十分满意 个个都觉得我们的材料是没得顶的 六个人原价1,198元 现在会员价998元 而十二个人原价1,688元 现在订1,488元 门市和网站都可以订 由11月29号到12月17号 价格包括送货 偏远地区除外 村屋在村外交收 没有电梯的楼宇在地面交收 送货的日期是12月13日到24日 预约送货 五个工作日前通知 我们送货都出名 准时和好的 由于全部新鲜在香港制造 不是预製的 每日数量有限 售完即止 大家买我们的现金券 来再订 是不是双重优惠呢? 希望大家吃过这个盆菜 身体健康 福满团圆